本期主题 一个你自以为了解却根本不懂的经济传说 奇葩的日本 和很多解读日本经济的节目不同 喵哥会依据一条主线来讲述日本的故事 那就是日元的主人 日本央行 为了内容的严谨 本喵把主要的参考材料和网址都列在了置顶留言里 欢迎自己去考证 讲到日本经济 我猜你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失去的20年 其实从1990年泡沫破裂至今 已经将近失去30年了 这30年间 日本的GDP增速基本就在正负2%的区间上下波动 另外 日本早在90年代GDP就达到了500万亿的规模 25年过去了 还是500多万亿 可以说经济几乎停滞 尽管如此 日本靠吃老本 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过去30年间仅仅被中国超越 从这点看 还真的是蛮牛的 30年经济停滞 日本人民是怎么忍收过来的 这点还真不用我们操心 虽然日本的工资水平多年都没什么增长 但是因为通缩 考虑物价因素 人均年收入稳定在400万日元上下 人民的生活水平实质上并没有降低 真是世界风景大不同啊 这边想尽办法控制通胀 那边却哭爹喊娘的求物价快点涨 安倍都射出去六支箭了 日本还在通缩的边缘徘徊 听起来就够奇葩的了 不过和我后面要讲的相比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花重点时间到 Heads up 二战后 美军独占了日本 由于没有苏联的染指 加上日本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美国真是把日本当成亲儿子一样扶持 出于对日本文化独特的理解 美国启用了大量战时的官僚 就是那帮把日本带向毁灭的亡命之徒 如今又要承担起建设日本的任务 甲级战犯 暗信介甚至当上了首相 其家族对日本影响极大 现任首相安倍就是他的外孙 不得不说 美国以日治日的效果旗好 短短二三十年 日本经济取得让世人侧目的成绩 总结原因不外乎这么几条 第一 美国的需求 不论是其国内市场 还是当时的潮战和越战 都是日本经济腾飞的直接出因 第二 美国对日本的扶持以及保护 使得日本可以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全力发展经济 第三 路子走对了 大力工业化 发展制造业 第四 高质量的劳工和低廉的成本 这个和前一条结合起来 简直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当时亚洲大部分国家还在沉睡 第五 战时体系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 央行的作用举足轻重 这一条大家相对陌生 却又非常关键 因此苗哥会重点说一说 虽然表面上宣称是美式自由经济模式 但日本却不折不扣地把战时生产体系继承了下来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效率很高 可以有针对性地发展某些产业 当时央行并不独立 而是归大帐省管理 也就是后来的财务省 相当于财政部 这给两者的关系破裂埋下了隐患 货币政治的大导致制定利率 这个权限在大帐省 因此央行就开发出一块滞留地 这块地叫做操纵货币量 稍微有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 货币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基础货币 由央行印出来的 也是央行可以直接控制的 另一部分叫派生货币 是银行通过贷款产生的 派生货币往往数倍于基础货币 对货币总量的影响更大 但是央行没办法直接控制 毕竟银行才是主角 然而日本央行有一个秘密武器 窗口指导 所谓窗口指导 就好像派人直接到银行柜台 手把手指导 贷款往哪里贷 规模多少 都是央行说了算 哪个银行不听话 就别想从央行拿到钱 通过这个秘密武器 央行随心所欲地控制了日元的总量 可以说指哪打哪 打哪指哪 好不快活 每每大帐省对此不满 要求央行解释 央行职员就抛进来很多专业词汇 完成对对方的智商碾压 大帐省官员只能妄辞心探 通过窗口指导 央行可以引导产业避开竞争 并扶持各个领域的垄断型公司 其威力之大 可以从当时打造出的一大批知名企业 从看着断倪 上个世界八九十年代 日企几乎很少全世界 如中夏 日立 东芝 三菱等等 都是大家父辈耳熟能详的品牌 六十年代 东京深奥成功 借这个机会 政府大搞基建和新干线项目 日本以崭新的形象震惊了世人 这时 离战争结束还不到二十年 大量的支出导致政府预算出现赤字 日本于1965年底正式发行国债 向社会融资 也许有人会问 既然央行属于政府 为什么不让央行直接印钱给政府花呢 能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绝对有前途 不过 在经典货币理论里 这个方法行不通 因为政府会花钱上瘾 从会引发严重的通胀 甚至导致货币崩溃 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了 因此敢于这么干的央行 简直等于在自己的餐桌上拉屎 然而 近几十年来 世界上出现了很多怪异的经济现象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 就好像一个大写的尴尬 无情的嘲笑经典货币理论 日本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而让你更想不到的是 这种关系的演绎 竟然是日本经济崩盘的直接处赢 这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秘密 让我们先从这张央行历任总裁名单说起 这里罗列了至二战后历任央行总裁的姓名 在任期间 背景以及主要经历 我们直接跳过还在过渡期的前几任总裁 从1969年央行总裁左走目直开始 细心的人一定能发现一个规律 在背景一栏 日盈和大帐省交替出现 也就是说央行的嫡系和大帐省的空降交替轮值总裁位置 这绝不是巧合 事情的起源还要追溯到一万田上登 这位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央行总裁 也是战后日本开国的功臣之一 人称法王 从这个称号就能感受到他那无上的权威 他的威望能如此之高 一方面在于能力突出 经常力挽狂澜 另一方面是他使运好 充分利用了战后权力的真空期 基于美国的信任 他甚至可以架空法理上的上级部门 大帐省 是一个真正的强人 不过大帐省对此心怀不满 等他卸任之后 便开始对日盈削藩 并空降了大帐省次官三级正道 担任央行总裁 相当于要全面控制央行 三级在位时间达八年之久 仅次于一万田 后因身体抱恙寝 接替他的是余佐美群 这位既不是大帐省出身 也非央行的嫡系 而是三邻银行的前行长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虽说不是前无古人 但也后无来者了 这位政治素人之所以能上位 完全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因为当时的首相 佐藤荣座和大帐大臣田中角荣 关系不合 佐藤硬生生插了一杠子 直接任命了自己的亲信上台 没想到这一动作 引起了大帐省和央行的双重不满 垂升了田中角荣 和时任央行副总裁 左左募直的联盟 两人密谋了交互顺送人事制度 即央行的总裁 尤其嫡系和大帐省事务次官 空降轮职 每隔五年总裁退位 由副总裁接任 由于副总裁只有一名 所以相当于立处 虽然表面上看 对央行和大帐省都公平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对于央行来说 这套制度等于明确了上位时间 因此可以提前选拔王主 确定继位序列 保证既定方针的一致性 而大帐省官员 由于是空降而来 根本无法做到这点 而且很容易被架空 这些在之后的历史中 全部应验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也正是因为这个轮值制度 Princess of Yen 日元王子就被用来形容 央行的嫡系接班人 而大帐省空降部队 则或多或少沦为笑柄 关于这个方面 最有名的研究成果 就是Richard Werner教授的书 喵哥觉得应该翻译成 日元的主人 日本的银行家们 和经济转型比较合适 可惜的是 这本书目前并没有中文版 不过 它被翻拍成了一部 长达90分钟的纪录片 有兴趣的 可以自己找来看看 我们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也对其中内容多有引用 再次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OK 现在请你记住这个秘密 它是后续理解 日本匪夷所思经济现象的关键 让我们再做时空穿梭机 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 根据第三方报告 截至1988年年底 日本短期国债总规模 21.2万亿 而央行一家就持有15.3万亿 基本是一家通吃的局面 讲到这里 是不是感觉画面清晰多了 日本经济腾飞 相当部分得益于 央行一方面利用窗口制导 扶持大企业 控制汇率 另一方面印钱给政府 用于大型土木 可以说是把出口和投资 两项玩得飞起 要知道当时的国际环境 对日本相当有利 外资进不来 而日期却有国家制度的保护 和资金的倾斜 日元便宜 且汇率稳定 生产多少商品都能卖出去 如果剧情按照这样的态势 发展下去 日本肯定会成为 宇宙最大经济体 然而抖转心仪 帮助日本实现经济腾飞的 天时地利人和 各方面因素都在发生变化 尤其是美国的态度 休战初期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到期计划 帮助欧洲和日本修养生息 对于日本的做法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随着时间推移 两国的贸易规模年年创新高 这本来是件好事 前提是贸易均衡 也就是两国买卖的规模差不多 大家都有钱可赚 但实际上 日本对美国的出口 远远超过从美国的进口 本苗做了一张表 说明了1981到1986年间 美日的贸易急剧失衡 到1983年 日本就将近贡献了 美国整体贸易次资的三分之一 美企受不了了 首先发难的是美国Caterpillar 要问挖掘机哪家墙 还是美国毛毛虫 可是在当时 Caterpillar被日本的小松制作所打得满地找牙 实际总裁李摩根 牵头起草了一份题为 美元与日元不匹配问题所在 及解决方案的摩根报告 问题直指汇率 并宣称 只要美元贬值20% 我可以把推土机推到日本帝国的首都 这份报告急续升温 引发了全美反日高潮 由于日本车在美日贸易次制中占大头 当时很多人把气杀向了日本车 各种花样杂策在全国各地上演 在这个背景下 美国政府对日态度日趋强硬 1983到1984年 在美国的压力下 日元国际化被正式提上日程 所谓日元国际化 就是让日元在全世界范围内 更广泛地被使用 成为一种国际结算货币 和其他央行的储备货币 这听上去是好事一桩 但当时的日本却并不太愿意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汇率 这里简单科普一下 货币其实和普通商品 具有一样的属性 符合基本的供求关系 而货币的对外价格就是汇率 日元一旦国际化 市场上对日元的需求就会增加 日元就要升值 一升值 日本的商品就不好卖了 出口和经济都会受到打击 当然 如果不希望日元升值 日本可以大量抛售日元进行干预 可这毕竟没有从前那么方便了 也意味着日本要放弃掉 一部分货币主权 1984年 在美国的推动下 日美元委员会成立 专门研究如何开放日本金融市场 同年 日元兑换限制被取消 日元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日本人近乎 金融黑船来了 遵照委员会精神 日本在银行 信托 证券 国债等领域向外资开放 从此 外资开始大局进入日本 这对日本金融市场产生了 两个深远的影响 其一 过去企业要融资 基本只能找银行 而现在选择多了 不仅能找外资 还可以从债市 全球股市融资 因此银行的客源流逝了 其啊 因为央行不能给外资银行 发号施令 所以窗口指导政策 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央行从此再也不能 完美控制货币总量了 总而言之 日美两国就在这样的拉锯下 进入了1985年 这一年9月 美日德英法 五国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 一致同意在市场上抛售美元 目的是让美元大幅贬值 关于这件事 本身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因此先撇开德英法三国 光说日本 美元对日元 从协议签订前的1比240 狂卸到1987年12月的1比120左右 两年多时间 日元涨了一倍 对于这个事件 有两种看法 一种说是美国逼迫日本签署的 另一种说是日本主动提出的 朱夏登 当时的大帐省大省 甚至在签署协议的当天 大方的向美国表示 日元升值10%到20%都没问题 后来他在1995年 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 也承认是日本主动 不过苗哥认为 这两种说法都有些极端 真实情况恐怕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怨胆 一个怨哀 广场协议可能是在国内被讨论最多 也是个很大的话题 因此 广场协议不想展开讲 只说个简单的结论 一直以来 广场协议都是日本经济破灭的背波侠 这真是太冤枉他了 你看完本视频就会明白 1986年初 广场协议签订短短几个月 20% 兑现了足下灯对美国的承诺 然而 日元的升值并未就此打住 而此时 美国开启了降息周期 这触发了其他工业体的跟随 这里需要大白话解释下 为什么美国降息 别的国家就需要跟着降 假设A国基准利率是3% B国是4% 很多人也许就会考虑 把钱放在B国赚取更高的利息 虽然A国利息低 但是在房产股票等投资领域 获得的回报高 因此也会有愿意冒风险的人 把钱放在A国 总而言之 最后达到了一个平衡 这个时候 B国降息了 有一部分人觉得 钱放在B国不那么划算 不如到A国博一把 就把B国货币换成A国货币 热钱涌入A国 造成A国的货币升值 同时影响到出口 刺激了资产泡沫 严重的会搞到经济危机 因此 一个直接的对策 就是A国也跟着降息 维持出之前的平衡 在日元升值 国内经济下行 和美国施亚的三重压力下 日本迫切需要采取紧急行动 此类的央行总裁是陈田志 前大帐事务次官 在他任下 央行和大帐省关系亲密 至少在表面上 副总裁是三重野康 央行迪西 另一个日元王子 话重点 此人性格刚毅 形势大胆 他才是男一号 还会在今后的剧情中出现 大家一定要记住他 1986年1月 3月 4月 央行连续三次降息 利率从年初的5%降到3.5% 力度之大 令人砸舌 这意味着货币宽充开始了 用大白话说 就是市场上的钱会越来越多 同年4月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钱川报告出炉了 他出自于钱川春雄之手 此军正是1979到1984年间的 央行总裁 央行迪西 郑中的日元王子 此任后 受首相中正跟康宏邀请 加入经济结构调整资讯小组 为政府出谋划策 该报告针对日美摩擦和国际形势 试图指出日本的出路 钱川把当时的贸易失衡 完全归结于日本 认为日本的经济模式 和产业结构出了问题 呼吁要做出全方位的变革 放弃战时体系 向美式自由经济转变 否则将成为世界的孤儿 改革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扩大内需 第二 增加对外投资 第三 开放国内市场 增加进口 第四 推进资本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 这个报告看上去 更像是站在美国立场上 因此被一部分人批评为金融投降书 钱川激进地认为 需要一场危机来倒闭社会 1986年11月和1987年2月 大涨省在美国的压力下 又命令央行降息两次 使得利率降到2.5%的低水平 这两次降息在央行内部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以陈天志为首的国际派 认为应当顾及日美之间的谈判大局 而以三重野康为首的国内派 则反对降息 认为这会导致国内的通胀和资产泡沫 这激化了央行的内部矛盾 造成了第二次降息时 陈天志单方面宣布降息 而没有咨询三重野康的意见 日元王子们怒了 好吧 就让疯狂来的再疯狂一些吧 在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时代 改革都是不易的 因为利益集团过于强大 而人们总是习惯于旧有的模式 在日元王子们的眼中 日本是没有未来的 既然如此 就不要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倒逼改革 只剩下了唯一的路 制造一场泡沫 然后把它撕破 上杰喵哥说到 央行贯彻大涨省的意见 1986年初到1987年2月 连续降息5次 这已经导致经济出现过热 然而奇巧的是 从87年开始 银行突然改变风格 开始疯狂寻找潜在的借款人 求人借钱 想想就够奇葩了 而且这一决定 还是在资产价格 已经大幅上涨之后做出的 据统计 日本全国1986年 平均低价上涨52.6% 而东京更变态 1986年低价上涨了120.4% 1986年当年 股市上涨50% 在这个关口放松信贷 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可银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日本央行在其中的角色如何 要知道当时窗口指导政策 虽然受到金融开放的侵蚀 但却依然在国内银行中根深蒂固 也就是说 银行的贷款规模和方向 是直接受央行管理的 关于这点 Richard Werner教授 也从多名银行从业者那边 得到了确认 央行当时负责窗口指导的 部门长官是福景俊彦 此军于2003-2008年间 担任央行总裁 也是在纪位序列中的 日元王子人选 当记者提出贷款增长过猛的问题时 他开始打太极 把控制贷款增长速度 和货币紧缩混为一谈 还说 受当前货币政策支持 我们有责任 尽量长地延续货币宽松政策 因此 银行贷款增长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可是央行这么乱来 大帐省难道不管吗 何况当时的央行总裁 陈田智还是大帐省安插的人 这位老兄身不逢时 一辈子都背上了个泡沫先生的骂名 不过在他的维基百科页面 喵哥看了这么一段解释 后续的研究表明 是副总裁三重野康和辅景俊彦 使用了窗口制造这种秘密政策工具 制造了资产泡沫 并且没有通知陈田智 也就是说 陈田智被日元王子们联手给算了 就这样 在低息和急速信贷扩张的双重刺激下 钱似乎多的怎么用都用不完 日本进入了癫狂时代 人们逐渐在暴富的氛围中迷失了自我 也把未来30年的欲望彻底透支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至今记忆犹新 到处都是钱 消费的欲望真的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亚洲人都有个通病 喜欢黄金 我们最多就是想到买点金银珠宝 而日本人却别出心裁 开始吃黄金 没错 喵哥查过 是真的黄金 这得益于一种叫金箔的古老技术 虽然存在了几千年 不过日本人可能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金箔的民族 把这玩意儿撒在面条里 裹寿司 反正变着法的吃 话说这玩意儿也没啥味道 日本人五行中也不一定缺金 无非就是显摆显摆 老子多有钱 孩子过生的时候不是包括五星级酒店宴请宾客 而是直接买一大块金砖 让孩子摸摸 金砖归自己 多么务实啊 出行第一选择是自己开车 不过也看车的档次 有笔吃链的 第二就是打低 至于公共交通 谁坐谁跌价 喵哥每每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会唏嘘不已 一列列搬车空空荡荡 而一群人却在路边挥舞着万元大槽 抢夺出租车 据说还有位证券公司的忠诚 花了一百万 只坐了五分钟计程车 上面只是无数案例中比较典型的两个而已 反正当时的日本 自信心爆棚 全民盛行打高尔夫和滑雪 而且喜欢在夏天滑 那样才显得与众不同嘛 至于价格 根本不再考虑范围内 很快 国内就装不下这膨胀的欲望了 日本人开手豪出天际 在国际上竞拍顶级艺术品 购买美国洛克菲勒中心 收购哥伦比亚营业 都是那个年代干出的傻事 其实说到这里 喵哥非常感慨 所以插播一句 很多人对于宏观都不在意 感觉离自己太遥远了 这个也能理解 因为眼前的苟且 很难让人静下来思考思考 感知时代的脉搏和大的趋势 然而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你处于什么样的时代 才决定了你有什么样的人生 如果你逆潮流而动 可能付出的就是一生的代价 看完下面两个例子 你就会更加明白 杜边喜太郎 最初就是一个从事汽车买卖的小商家 他在东京拥有一块停车场 用于停放交易的车辆 虽然不愁吃喝 但也并非什么大富大贵 不过那个时代 真的就让馅品掉在了他的头上 一天 银行突然找到杜边 主动提出要借给他钱 接着第二家 第三家 银行为了把钱借出去 竟然还出现了竞争 最后杜边选择了一家服务最好的银行 带了100亿 用这笔钱买了地皮 于是银行家们又找到杜边 说你用这块地皮做抵押 可以继续借出更多的钱 就这样 杜边用抵押贷款买地 地价升值 然后再抵押贷款 买更多的地 这样的简单循环 完成了天量财富的积累 其人生巅峰时 身家7000亿日元 这一切就像一场梦 银行只知道一个劲的催他 再借点 再多借点 真是段快乐的时光 他不禁感慨 杜边只不过是 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在钱不限量的刺激下 地产泡沫也达到了 人类历史的顶峰 东京中心区的地价 涨到了一平方米 3650万日元 相当于一张民进品大小的土地 要值到6000美元 而全日本可以买下4个美国 仅仅东京23区 620平方公里的地价 就超过加拿大全国 620平方公里什么概念 就是深圳的三分之一不到 香港的二分之一强 而加拿大的土地面积 是近1000万平方公里 不可思议 在企业领域 一名叫北茂商的企业家 主导了另一场神话 当时日元不断升值 出口企业的利润不断被挤压 这事件坏事 可是一些先知先觉的企业 却发现了一块新大路 那就是外汇市场 因为有两国政府的保证 基本日元就是单边上涨 这不等于白捡钱吗 不过日本人天生保守 做金融炒作这事 有些畏手畏脚 直到出现了6个领路人 用创富神话 一举引爆了市场 这就是爷史里经常提到的 六鬼闹东京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板核心业 这本是一家传统的钢铁企业 社长北茂商 在这场经济转型中 做了一个让人惊诧的决定 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内 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 专注于炒作外汇 除了吃饭 睡觉就是炒外汇 炒完东京 炒伦敦 炒完伦敦 炒纽约 可谓是日夜不休 不过战果也非常显著 到1989年 其投资收入 已经超过了主业的两倍 当媒体去采访他的时候 他云淡风轻的说 一天赚一个亿板 我们还惊诧于王健林 一个亿小目标的时候 人家隔壁 30年前就一天一个亿了 差距啊 板格今夜 打响了金融炒作的第一枪 举国震动 从此无人再有心做实验 也不管你是做纺织 还是七配 各企业纷纷开设投资部 去炒外汇 炒股 炒期货 在广场协议签署仅仅一年后 东京的外汇市场规模 就已经暴增了300% 而股市也节节暴涨 到1989年 已经翻了两番 日经指数最高位是 1989年12月的38915点 并且此后再也没有被预约过 全国热衷于投资和炒作 日本产业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 不捉 怎会死 在这场日本央行和大帐省的角力中 日元王子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吗 日本为了走出经济泥潭 又寄出了哪些奇葩政策呢 喵哥下集为您揭晓 这一系列实在是做的辛苦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别忘了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点赞 也能改变内容产业的格局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